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力拉就是参孙的女朋友 她已经三次请这个参孙告诉她 为什么可以力大无穷的秘密在哪里 但参孙为了保命就三次骗她 那她就怎么样跟这个参孙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是逼参孙一定要告诉她秘密是什么 那参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被眼目的情欲所捆绑的一个男人 所以看来她又要落入这个大力拉的圈套 那大力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五个非力士人的领袖 代表五个非力士城邦的代表 然后用重金引诱大力拉来这个套出参孙的秘密 每一个城市愿意出一千一百社克勒的银子 那五个城市就是五千五百社克勒的银子 这个数目呢我们在下一张十七章会看到 有一个有钱人叫做米家 他自己呢也开了一间教会 找了一个立位人来当祭司 重金礼聘 他给这个立位人一年的薪水是十社克勒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力士的五个城邦的领袖 是用五百五十年的这个薪资 薪水来引诱大力拉这个套出参孙的秘密 这是个天文数字的这个这个巨款 所以大力拉就是利益讯心 决定出卖他的男朋友 那大力拉就对参孙说 你既不与我同心 那这句话讲的真正还是厚脸皮 大力拉早就没有跟参孙同心了 还骂参孙说你不与我同心 怎么说你爱我呢 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 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大力拉就天天用话语来吹逼参孙 甚至使得参孙他的心里烦闷的要死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秘密就告诉了大力拉 对他说从来人没有用这个剃头刀剃我的头 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戏尔人 这个参孙也好意思说了出口 拿戏尔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一生愿意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但参孙呢都是过自我中心的生活 他完全都没有遵照拿戏尔人的这些规条 在过日子 那若剃了我的头发 因为拿戏尔人规定不能剃头发 若剃了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就离开我 所以到目前为止 参孙什么戒律全部犯了 只有一条他不敢犯 就是他不能剃头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连头发都剃了 那他完全就是离开神的诫命 他也知道 那神所赐给他的力量 就会离开他 我便软弱像一般人一样 十八节大力拉见他 把心中所藏的秘密 都告诉了他自己 就打发人到菲利斯人的首领那里 对他们说 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秘密 都告诉我了 请你们再上来一次 于是菲利斯人的首领 手里拿着银子 这个五百五十年 重金礼聘的这个薪水 就拿过来了 上到妇人那里 大力拉就是参孙 整着他的膝睡觉 那代表说参孙非常信任大力拉 就睡着了 然后呢 就叫了一个人来 剃除他头上的七条伐柳 把他七条这个辫子 把他剃掉 然后呢 于是大力拉就克制 这个住了这个参孙 参孙的戾气 就离开了参孙 参孙睡到一半的时候 二十节 大力拉就说参孙啊 菲利斯人 拿来过来抓哪里呢 这个就是第四次 用这种方式来测试参孙 参孙就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像前几次 一样出去活动我的身体 要把这个敌人 就是不能来抓我 但他发现 但他却不知道 叶和华已经彻底离开他了 所以呢 等他想要这个施展力量的时候 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力量 菲利斯人就将他拿住 玩了他的眼睛 这个参孙眼目的情欲 害了他自己 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的眼睛被敌人挖掉了 变成瞎子 把他带到这个菲利斯人的大城 加萨去 用铜链拘锁着他 然后呢 他就被吓到监狱里面 去推那个 推那个墨 然而他的头发被剔之后 过一段时间又渐渐 长起来了 这意味着神 愿意给参孙再一次悔改的机会 23节 菲利斯人的首领聚集 要给他们的神 大滚 献大的这个祭 大滚是菲利斯人的偶像 大滚这个字 他的意思就是卖 卖子 或是这个古物的意思 所以大滚神 基本上菲利斯人相信 敬拜他 就会得到丰收 那这些菲利斯人就聚集 献祭 然后欢乐 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么欢乐呢 他们说 我们的神大滚 将我们的仇敌 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 24节众人看见参孙 哇就赞美他们的神大滚说 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 又杀害我们许多人这个仇敌 现在交在我们手中了 大家就很开心 想说之前都打不过参孙 现在总用诡计把参孙抓来了 25节他们正厌乐的时候 觉得这样还不够开心 就说把参孙叫过来 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来细耍细耍 就要来这个羞辱 这个参孙 可能把他带到这个 这个戏台 这个竞技场 类似这样 中间 让这个菲利斯人的勇士 去羞辱 侮辱这个参孙 于是将参孙 从这个肩里面提出来 他就在众人面前 很可怜 眼睛看不见 就被众人细耍 细耍完之后呢 他们就是他站在 这个两个柱子的中间 在这个大型的建筑物的两个柱子的中间 他已经可能被戏耍的 已经非常疲倦 也非常的不堪 那参孙呢 就像拉着他的手的童子说 因为参孙已经看不见了 所以有一个少年人 就负责拉住参孙 就是把他 就是看管他 拉住他这样子 求你让我摸着脱房子的柱子 我要靠一靠 他说可不可以你带我 让我的手可以去摸到 脱住房子 可能是最主要的柱子 比较大根 让我在柱子上靠一靠 我真的好累了 刚刚都被大家这样羞辱 细耍 筋疲力竭 搞不好也受了很多伤 那时 这个房内充满着男女 非力士人的众首领 也都在那里 房子的这个平顶上 约有三千男女 他们刚刚都在观看参孙 如何被戏耍 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建筑物 可能就是庙宇 还有庙宇整个 连结在一起的相关的建筑物 那许多人都拥挤到这个地方来 要看参孙被羞辱 被戏耍 这时候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赐我 这一次的力量 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了 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力士人身上 抱那玩我眼睛的仇 那神呢 会不会最近他祷告呢 我们看故事的发展 参孙就抱住 托房的那两根柱子 很可能是 这个整个建筑物里面 最重要的两根主要的支柱 他就这个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说 我情愿与非力士人 同死 就是我要跟他们一起 就是灭亡 跟他们一起同归于尽 那就 尽力屈身 因为他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他的力量已经恢复 他就尽力屈身 然后呢 房子倒塌 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 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人还多 参孙最高纪录曾经一次杀死一千人 那代表这次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人 三十一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 都下来 下到这个非力士人的境内 把他的尸首取回去 然后抬上来 葬在索拉和以石头中间 就他们的故乡 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 把他们合葬在一起 那之前参孙做的以色列的事实 二十年 今天让我们看见 这个参孙的故事最后的结局 当然是非常的悲惨 我们可以看见了参孙 他原本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但是呢 他辜负了神给他的恩赐和能力 一生以自我为中心来过生活 完全不管神 他眼目的情欲 最后也害了他被敌人抓走羞辱 不仅羞辱他的自己的名 也羞辱了他父家的名 更是羞辱了耶和华的名 但后来他愿意在神面前自卑悔改 神也就给他最后一次的机会 让他这个洗去他的这个羞辱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见世事记 这第十二位世事 也是最后一位被记载的世事 参孙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世事们 一个不如一个 一代不如一代 可以让我们看见 就是说 真正的世事 世事就是审判者 真正的审判者 就是上帝 地上的世事 其实都不完美 特别到了参孙 是最不完美的一个世事 真的是辜负了上帝给他 这天生的超大的能力 非常可惜 这也让我们引以为鉴 世事记就是在讲 十二次的信仰 恶性循环 每一次神帮助我们之后 我们就离开神 然后神就管教我们 任凭困难仇敌临到我们 我们就害怕了 我们就向神哀求悔改 那神就帮助我们 度过这次困难 可是事情解决之后呢 我们又再一次离弃神 然后呢 就堕入了这样的循环十二次 而十二次里面 每一次我们呼求神 神还是会帮我们 可是我们就会看见 如同世事一个比一个不如 我们的属灵光景 跟神的关系 人生的结局 也会一直走下坡 所以不要去想说 反正我有信耶稣 我只要犯了罪 任罪悔改 神都可以赦明我 让我再次站起来 是没错 但是你的整个属灵光景 就是一直走下坡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 我们与神同在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活出神荣美的生命 我们与神同在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犯了错的时候 永远有一个愿意 赦免我们的神 而且他愿意帮我解决 我所有的困难 所以我才需要 有上帝与我同在 这是最糟糕的一种 信仰理解的方式 最好的信仰理解方式 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又赐下恩赐能力 机会才干给我 我应该活出神荣美的生命 荣神一人才对 而不是在不断的 恶性的信仰循环里面 每况愈下 最后的结局 就像产生一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一生 专心的跟随你 过一个很像拿西尔人 一般的生命 以神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让我们这一生成为 忠实的敬拜者 让我们成为一个 单纯的侍奉者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专心的跟随者 让我们在荣神一人的生命里面 经历到你大能的同在 而不是在一次又一次 软弱跌倒 利用神的过程里面 去经历到 神的拯救跟赦免 主啊帮助我们 走一条正确 有智慧的属天道路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